如果是一场普通的恋爱 我们还可以大哭一场 暴饮暴食 或者找朋友倾诉 发泄 但是这样的爱情 就算再痛苦 也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擦干眼泪 回到和他相遇之前 一如既往 枯燥的生活当中 不是吗 你打算真的就这么走了吗 我不会不辞而别的 我会用我的方式跟他告别 我余子萱又回来了